健康体魄始于健康肠道 肠道全肠相等于人体身高的六倍 肠道充满皱褶 每个半寸有一个皱褶 除了消化和吸收 肠道在排毒方面也肩负了重任 然而,现代人经常外食 摄取过多加工食物、肉类、药物及缺乏运动 导致许多人拥有肠道问题 如腹胀、肠道菌群失调 肠道蠕动缓慢、粪便硬化、便秘等等 即使我们每天排便 仍然会有食物残渣残留在皱褶内 它会发酵、腐化、硬化 及形成重达3到5公斤的黑色素便 牢牢地粘在肠壁上 其坚硬度与轮胎相似 慢慢侵蚀我们的肠道 腹在肠壁上的素便将被常年膜吸收 然后回流到肝脏而导致解毒功能下降 细胞新陈代谢受阻 自我中毒的现象 食物残渣可能会产生22种毒素 影响肠道健康 试验证明隔三天以上排出来的粪便之毒素 可导致试验中的老鼠马上死亡 素便是万病之元凶 根据美国医学专家报告 他们对超过2万个病人所进行的人体解剖中发现 没有一人的肠道是健康的 大肠癌是全世界排名第三普通的癌症死因 如今有许多方法清洁肠道 最常见的包括以下 灌肠 通过肛门引液体灌洗直肠 帮助排泄物和气体排出 泄药 刺激肠道神经强烈蠕动 独家净化肠道配方 是采用纯天然成分 乳糖加半乳寡糖 GOS和大豆粉 有效助于清除肠内的毒素 肠道健康的保健三部曲 清除 恢复 调节 步骤一 清除顽固素变 肠道菌将乳糖发酵 而产生二氧化碳 促使肠道膨胀及撑开肠道皱褶 隐藏在皱褶内的沉黏 顽固素变自然被排出体外 肠道中的易菌和亥菌的理想比例 为80比20 过量的亥菌可产生致癌物质 导致炎症和加速老化 步骤二 恢复肠道菌群平衡 半乳寡糖是易菌的食物 它能帮助恢复肠道菌群平衡 和促进肠道对营养的吸收 步骤三 调节肠道蠕动 肠道中的易菌代谢大豆粉 产生大豆代谢物 它帮助刺激肠壁神经 增加肠道蠕动 促进并控制排泄功能 研究发现 乳糖 寡糖 及大豆代谢配方 有助于在四个星期后 增加肠道蠕动次数高达65% 二 平衡肠道菌群 增加易菌达35% 降低害菌达26% 三 减少有毒物质 高达25% 四 在八个星期内 降低血糖水平达22% 五 在八个星期内 降低三酸甘油脂的浓度达26% 乳糖 寡糖 及大豆代谢配方 是符合优良作业规范 GMP 制造标准的天然进化肠道配方 其功效及卫生标准 只经过研究测试 它也同时荣获清真认证 长命百岁 始于健康的肠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